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 你真的团圆了吗 在Phoebe的故事里面 他跟家人的关系 甚至跟前任男友的关系 不和谐 不圆满 也无法团圆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接入 让他可以找到真正的团圆 特别在农历新年的期间 我们常常会团聚在一起 我们会团圆吃一顿饭 所谓的团圆 就是在华人看来 除了在农历新年之外 在中秋节我们会说 月圆人团圆 在冬至的时候 我们会吃汤圆 这预表着一家和谐 团团圆圆 而在这个的过程的当中 我们看到原来 这个圆对华人来讲 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圆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团圆 是圆满 没有缺陷和漏洞 是使人满足的 满意的 是完美无缺 是完善的 是天地人和 我还记得 当我的爷爷还在世的时候 常常靠近农历新年 他就会在一张红纸上面 用毛笔写满这个字 然后就告诉我把它贴在我们家的米缸上面 这寓意着米缸长满 一家人得以温饱 对一些人来说 圆满的人生是什么呢 也许是一家人 整整齐齐 团团圆圆 又或者是子孙满堂 事业有成 家财万贯 圆满的人生也可能是有车子 房子 妻子 孩子 事业 这个的清单 列不完 在今年的除夕夜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无法 如往年一样 大家热闹的聚集在一堂 一起来吃团圆饭 我们的心 似乎有一点的遗憾 心中也顾念着 想念着 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家人 到底过得好不好 其实团圆饭 是不是真的 我们所谓的团圆 是不是真的 只是那一顿饭而已呢 或者是出席 在当晚 去吃那个团圆饭呢 在饭桌上 大家的关系 又是不是真的团圆了呢 到底真正的团圆 是什么 其实说穿了 一家人坐下来吃饭 一桌的食物 只不过是一个中介 筷子一夹 汤一喝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吃一顿饭 和乐融融 原来关键是关系 团圆的焦点 不是红包 不是鞭炮 也不是什么贺词 而是团圆 是在乎人 说白一点 就是你跟我的情意 你跟我的心 今天我要再次的问你 你是真的团圆的吗 有首诗 它是这么唱的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时故难缺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这首诗 这个古人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 其实他跟你 跟我心里清楚知道 人生跟月亮 没有办法 常常都是圆圆满满的 所以他在诗中 他说 但愿远在另一边的亲人 他是安康 是安好的 可以跟他 在此时此刻 一起望着 同一轮的月亮 原来我们都知道 人生无法常常圆满 但是在圣经里面 也有一个的缘 跟华人所期待的 很相似的 我们来看一看 在圣经里面的缘 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 在哥罗西书 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这里说到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 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折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所讲到的缘 圣经里面的缘 就是Shalom 平安的意思 这个Shalom 平安 这个圣经里面的缘 是怎么样来的呢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救赎 使万物跟上帝和好 当我们跟上帝 当耶稣基督 他主动来与我们和好 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保险 洗尽了你跟我 所做的一切的罪 一切的过犯 以致我们 接受这份的救恩 跟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跟上帝 恢复这个的关系 这个圣经当中的缘 这个Shalom 就产生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了 耶稣基督 他打破了人思维的限制 他打破了宗教背景和传统 因为他最在乎的 就是要与你和我和好 在这里 我们看到经文所说的 他成就了和平 这所谓的和平是什么呢 就是和好 和睦 平安 和谐 就是我们全人 身心灵 我们的关系 整体上的美满 圆满 毫无损伤 是安全 是健全 是完整 是无瑕疵的 而这个缘 可以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发生 这个Shalom 可以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是因为 当我们跟上帝 跟自己 还有跟他人的关系 摆在对的位置 正确地建立起来的时候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经历 这个圣经当中的缘 Shalom 我们看到 借着耶稣基督 他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首先缘了的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缘了人与神的关系 耶稣基督他来 叫我们跟神 原本是为仇 为敌的 可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成就的救恩 他留下的保险 他 赎回了我们 让我们在罪恶的里面 可以借着他 与上帝 重新恢复 美好 完全的关系 当人类 首先在 异天园里面的时候 人选择了 靠自己 来定义 好 坏 善恶 于是 人 就一步一步地 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走向 越来越悲惨 越来越悲哀的世界 直到 耶稣基督 他为你跟我成就了救恩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流出的保险 赎回了我们 以致我们可以 不用在这个 罪恶的循环的当中 不用再次活在 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 而是能够 进入到他的丰盛 去领受那份的平安 喜乐 爱和盼望 使我们原本 与这些美好隔绝的 原本我们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像Phoebe过去一样 去争取 去得着的 但是今天 十字架的救赎 让我们跟上帝 破镜重圆 使我们可以拥有 丰盛的人生 为我们开出一条 又新又活的道路 而这条路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恩典 继续地走下去 使我们有勇气 可以超越过去 自己在那种的罪恶 败坏 失望 还有绝望的当中 让我们可以活在 主的盼望里面 活在他那无条件的爱里面 在圣经罗马书八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这里说到 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里的 阿们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样的事情 能够叫神的爱 与我们隔绝 是耶稣基督 是上帝他的爱 以致我们 能够跟神恢复了关系 是耶稣他主动 来跟我们恢复 是神主动来伸出手 来跟我们和好 恢复了我们 做儿女的身份 恢复了我们 丰盛生命的 一个的身份 叫这个的世界上 没有任何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隔绝 神对我们 这个无条件的爱 而在目前疫情的当中 这更是一个 莫大的安慰 还有极大的盼望 除此之外 圣经当中的缘 透过耶稣基督 使我们缘了 我们自己 跟自己的关系 我们看到在疫情的当中 每天 有不少的人 他们 解决自己的生命 他们选择 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非常的痛苦 因为混乱 因为不清楚 恐惧 忧郁 害怕 没有办法接纳自己 目前的情况 没有办法找到帮助 他们无法跟自己 再相处下去 所以伤害自己 今天有多少的人 活在忧郁的当中 恐惧的里面 因为我们不清楚 自己的心 我们不知道 如何的跟自己来相处 以致我们跟人的关系 也不好 跟上帝的关系 也不好 菲比在跟他的前男友 分手过后 他忧郁 甚至想过 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感谢神 耶稣基督找到了他 如今他成为神的儿女 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在这个的过程里面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 和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跟自己和好 而这是一个不断 越来越好 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美满 越来越丰盛的 一个的光景 一个的路程 我们不再是无助的 我们学习成为神的儿女 重新学习 我们有新的思维 新的眼光 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再是受害者 这里讲到 上帝他与我们和好以后 我们成了圣洁 无瑕疵 无可责备的 这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 而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因为耶稣基督 他拯救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在我们的困难 在我们的挑战 甚至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有上帝的恩典 拉拔我们 使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使我们看到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的盼望 上帝他非常的爱我们 他爱我们 因为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他以永远的爱来接纳 来包容 来耐心的等待我们 在他的里面不断的改变 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八章五节这里说到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里讲到在我们觉得自己不值得的时候 不配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用 绝望多余的时候 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跟我死了 因为他爱我们 在你 在我接纳自己之前 他已经接纳了我们 这个就是基督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我们看到神 他的爱 使我们能够接纳自己 使我们能够与自己和好 从上帝的眼光 看见自己是值得的 因为神 他竟然为我们自己上十字架 留出他的保险 为的就是要挽回你 挽回我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家人 在耶稣的眼中 你是值得的 再来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救赎 圣经当中的源 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这个的 付上的代价 圆了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在我们的婚姻 家庭 亲子 关系的当中 上帝不但只是 为我们 开了一条路 跟他修复关系 更是开了一条 我们可以跟别人 修复关系的一条路 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今天看到华人 他我们非常的在乎 家 这个的概念 非常的在乎 团圆 非常的在乎 一家人 齐齐整整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在关系上 都是被动的 是非常的含蓄 甚至是内敛的 今天当我们得到 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 愿你跟我在我们的家里面 成为那个和睦的器皿 成为那个主动去和好的人 让家里的氛围 因为你的缘故 因为你愿意主动 而被改变 让彼此的关系 可以有真正的团圆 其实说真的 我常问我自己 当我要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其实我最在乎的是什么 是我的成就 是名利 是地位吗 还是我的财产 我想我心中 最在乎的 就是 我临走之前 我身边是否环绕着 我所爱的 和爱我的人 特别是我的家人 我的丈夫 我的孩子 这些的关系 原来到了人 要离开的时候 才是最重要的 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大家都面对 经济上极大的压力 生活过得非常的艰难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 来加油打气 我们需要彼此不断地来扶持 鼓励 以致我们在这个患难的当中 这个挑战的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力量 继续地坚持生活下去 在我们一直讲 我我我的之前 让我们做一个恩赐的人 从我们说话的方法开始 从我们的笑容开始 愿意 愿意与人和睦 愿意主动与人和好 你有多久 没有跟你的配偶 跟你的孩子说一声 我爱你呢 你有多久 没有彼此拥抱 让我们不要把团圆 不要把一家 整整齐齐 当成一个的概念跟精神而已 而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来 用行动做出来 证实出来 在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八节 这里讲到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 与上帝恢复了关系 与我们自己和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的 除了是爱神 就是爱人如己 与他人和好 以致我们可以改变 他们在生活当中 那种艰难 那种的经历 让他们在过程的里面 感受到那份的爱 那份的温暖 从你跟我的生命的当中 他们能够经历 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爱 以致他们也可以跟上帝和好 他们可以跟自己和好 跟他人和好 让上帝同样的在借着你 借着我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拿走这个隔断的墙 使他们可以恢复 他们生命当中的 他们生命当中在基督里的丰盛 在基督里的美好 什么叫做真正圆满的人生呢 真正圆满的人生 就是能与上帝 与自己 与他人 破镜重圆 并且能够持续 保持和好的关系 今天你有跟任何人有嫌隙吗 还是因为一些的伤害 无法彼此靠近 大家坐着吃同一桌的菜 夫妻睡着同一张的床 看起来很靠近 但是我们的心呢 是不是也一样这么的靠近 圆满的人生是什么 耶稣他亲自的告诉我们 他来到世上 拆毁了 除去了 人和神 因为最中间 这个的冤仇 以致我们被挽回 我们不需要再依靠自己 来解决人生当中的问题 在你我的人生 我们不需要 在疾病 在绝望 在灾难的当中 继续的悲哀下去 而是能够即使在挑战的里面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上帝的应许 我们有神的话 继续的与他有美好的关系 以致我们带着盼望 往前行 这个 就是圆满的人生 圆满的人生是什么呢 就是与自己和好 与他人和好 今天你是否 有一些事情 无法原谅你自己 放过自己 你因着一些人 对你的不公平 伤害 而责怪自己 甚至伤害你自己 又或者是你在等着一个公道 你在等着一句道歉 你在坚持着一些的原则 今天这一切都叫我们跟上帝 跟人 跟自己隔绝了 今天好不好 你敞开你的心 把这些所谓隔断的墙都拿出来 让上帝的爱充满你 选拥 选择原谅 选择陪伴 选择聆听 今天我们要结束的时候 我想要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团圆了吗 这个时候 我要特别的 像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来宾 朋友来发出这个的邀请 今天你听了 菲璧的故事 你也听了 我跟你的分享 今天我要向你来邀请 你愿意跟上帝 破镜重圆吗 你愿意在你的人生的当中 再跟自己 跟他人 跟上帝 似乎 面对很大的隔离 似乎很遥远 已经来到了平静 你渴望的圆满人生 你今天听到了 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来 抓紧耶稣的手说 耶稣 我愿意 我愿意跟你 我愿意跟你破镜重圆 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邀请你这个时候 看着荧幕上 这个的祷告 跟我一起 来做出 这个接受 耶稣基督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 主耶稣 我承认 我远离了神 是个罪人 我相信 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靠着你的保血 洗净了我一切的罪 使我与上帝和好 我愿意接受你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把圣灵赐给我 使我跟随你到底 靠着你活出圆满 完全 丰盛的人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恭喜你 成为了神的儿女 成为了 一名的基督徒 我祝福你在神的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继续的认识他 认识你自己 能够跟上帝 跟你自己 还有跟他人 恢复 和好 美好 圆满的关系 真正的团圆 阿们 接下来 要对 主内的家人 来说话 来发出这个的邀请 今天你愿意 回应神的爱吗 与神 与自己 与家人 真正的团圆吗 也许在我们的当中 你觉得 你远离了神 和神的家 今天我要告诉你 靠着耶稣 你可以回家 今天你是否跟自己 过不去 有太多的东西 你无法接受 也无法原谅呢 靠着耶稣 你是新造的人 是有盼望的人 你是否跟家人的关系 需要修复 甚至一段很长的时间 没有办法跟他们 好好地相处呢 靠着耶稣 你要相信 你们可以和好 如果你在这三方面 你需要来祷告 你需要祷告的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邀请你 举起你的手 让我来为你祷告 Hallelujah 主耶稣 你看到每一双 在不同的地方 向你举起的手 主我特别地祷告 那些 已经觉得自己冷淡 退后离上帝 离神的家很远了的 今天主啊 你就像 那个充满慈爱的天父 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 拥抱他们 主你现在就让他们 感受到你的拥抱跟接纳 让他们看到 回家的路 看到主你就正在等待他们 主把你的爱 充满他们的心 现在 让他们一切的羞耻 都要离开 让他们一切的自责 都要离开 主你重新地让他们看到 他们在你的眼中 是何等的尊贵 何等的宝贵 他们在你的里面 是一个新造的人 主啊 我们要特别地为着 那没有办法去 与自己和好的 弟兄姐妹 家人们 主这个时候 我祷告 开他们的眼睛 看到 主你的爱 何等的长阔高深 你赦免了他们的罪 你在他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已经接纳了他们 因此主啊 他们今天就能够来拥抱 神的爱 去接纳 去原谅自己 让神的爱充满他们 他们可以抬起头来 可以活出神儿女的身份 可以活出新造的人的生活 让他们的生命充满喜乐 充满盼望 与神 与人 与自己的关系 再次的和谐 主我们也特别地来祷告 为着在我们的当中 这些与家人 有嫌隙 甚至跟家人的关系 需要恢复的弟兄姐妹 主这个时候来祷告 主啊 求你来 把你的爱 同样的浇灌 也让他们 能够靠着耶稣基督 成为那个使人 与神和睦的器皿 主啊 给他们恩典 给他们力量 给他们勇气 成为那个主动 寻求和睦的人 让他们在过程的里面 不断地 有神你的引导 跟带领 使他们找到机会 找到方法 去做这个和好的工作 让他们在过程的里面 有上帝 你自己的恩典 随着他们 伴随着他们 与他们同在 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 谢谢你主啊 祝福 祝福 祝福他们 如此祷告 羊望风 耶稣基督 大人名求 阿们 阿们 最后 我邀请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你是 刚信主 或者是 你是家人了 让我们都一起的 以这个的祷告文 来祝福我们自己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成为 一个蒙福 有圆满人生的人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宣告 在耶稣里 我是圣洁 无瑕疵 无可责备的 我一生一世 要住在神 完全的爱与平安中 竭力活出爱神 爱人如己的生命 全心依靠 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活出丰盛的人生 在我的家庭 婚姻 亲子及所有人际关系中 我要竭力保守和睦 且在其中享受关系的 幸福与满足 我立志成为 使人与神和睦的性命 一生宣扬 基督的福音和大爱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你和我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的上面 靠着他 能够活出丰盛 活出圆满的人生 再次的祝福大家 在耶稣基督里面 团团圆圆 平平安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